再次歡迎大家收看我們卡比日報的香港POKEMON GO PVP協會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一下PVP 一邊進行戰鬥的時候一邊進行解說 第一場對著這位3298分的Michi Heat 其實我已經連續第二次對他 但第一場又沒有錄到這是第二場 他一開始就出了一隻美夢神 我的隊團隊入面 飛機、魯噴和佩貝龍都不可以單挑贏到他的美夢神 要打贏他一定是要最少兩隻精靈合作才行 我估計他這一下應該是兵技 因為他剛才吵了七下氣 所以我一定開罩 免得給他Super Effective我 我現在的策略就是繼續扣他血的時候 希望在他第二下出兵技的時候 我就換一隻貝貝龍進來擋 果然他到了第14下 我就換入貝貝龍進來 成功吃了他一招兵技 浪費了他一次的大技 然後他就換走 他竟然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犯了錯 他竟然換入鬼龍進來 理論上我貝貝龍是會黑他的 或者是五五波 因為如果他有這個 ancient power 果然是有的 但不是扣相當之多 然後再講一下貝貝龍的資料 四下細技就會出到水技的surf 六下會出到冰技的ice beam 如果打鬼龍的話 ice beam是會黑他的 第一次出招的時候 我先儲了六下技 六下氣 然後我就按這個 只需要四下的surf 目的就是為了騙他盾 結果很幸運我騙到他盾 第二次我怎樣做呢 第二次我儲了超過六下細技 如果剛才你有留心看的話 我大概儲了七至八下氣 我目的就是再次去騙他盾 又成功了 被我騙到 然後飛機一落場 因為剛才飛機儲了氣 所以可以立即出大技去打他 扣到他剩下一滴 我還要Buff了 Buff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對自己的能力值有所增加 解釋為之一個Buff Buff完之後 我連他的 ancient power 都不太害怕 因為平時扣一半 剛才大概扣了我四分一血 現在Buff了的飛機 好像很惡 橫行無忌 再加上他已經開了兩個盾 基本上 我現在有三隻精靈未死的情況下 應該都沒什麼可能會輸給他 最後一隻 是巨鳥王 Buff了之後的飛機很厲害 在巨鳥王出到第一次技的時候 他的巨鳥王已經摸了最少三分一血 最重要 他的Hydro Cannon 竟然是殺我不死 如果Buff了之後 對自己是很大的優勢 難怪飛機的Buff 那麼難會出現 那麼難會出現 因為之前那麼多集 我都說過 大概飛機的 ancient power 那個Buff 出現的機率約摩 是10%左右 如果出到之後 都很屈肌 你看看 第三隻噴風龍都不用出 我是完勝 我是大敗了他 這個飛機的Buff 是相當之厲害的 而這個 ancient power 是一招相當之有用的技 因為這個 ancient power 打了大部分的對手都適用 在這個2500的比賽中 第2場 就對這個 飛機對著這個傳說中的精靈 急凍鳥 我覺得我應該稍微處於這個劣勢 因為急凍鳥的所有技 我都是怕他的 飛機唯一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的攻擊力相當之高 我剛才嘗試換隻貝貝龍 去吃他的兵 ICV 他的絕招 或者這個 ancient power 都是需要儲5下氣的 但剛才很可惜 我換不切 換不切都不要緊 不是太過錯的 因為 我始終 我攻擊力都是相當之強的 現在 暫時 都是55倍的2 我都逼到他開盾 希望我吃到他第2下的兵器 他沒有中計 他雖然儲5下 但他沒有法攻 他自己是overfarm 即是他farm了超過5下 我都數不到7-8下 幸好他換一隻精靈 是換一隻夢夢進來 我的surf打到夢夢那裡 都算是一個還可以的攻擊 我估計 如果他這麼快出技 可能是 grass note 或者是rocksline 原來是rocksline 兩招都是黑我 我都被迫要擋 我繼續出 surf打他 逼到他開盾 最後一個盾 因為他的夢夢半死 然後他的急凍鳥就吵了氣 對著我 暫時還是很兇 在牆上的貝貝龍 因為我貝貝龍 理論上可以打他 夢夢和急凍鳥 他又再次走 他換了奇異花 我同時也換進了飛機 但是我換飛機進來的時候 我是巧合來的 因為剛巧是大家一起按鍵 如果我一早知道 他是換奇異花進來 我是不會換飛機到牆 我一定是換老巾到牆 現在因為換人的時間 我沒有等太久 可能我想爭取時間 殺死他的奇異花 沒辦法 奇異花這一下的sludge bomb 基本上我是吃硬的 因為我已經沒有盾了 吸取了昨天的經驗 我知道奇異花接下來 這次去出sludge bomb 只需要五下左右 或者出大技 我只需要五下 不需要六下 所以我出到第四下 就殺死了他 免得他再出大技打我 好 現在剩下的老巾對著急凍鳥 接下來 也沒辦法 我免得放棄 直接開技殺他 事實證明 我亦都開得對 那個龍爪 因為如果我不出龍爪 他就會ICV我 我出ancient power 很穩陣 不要緊 我還有 我們最可靠的背背龍 在後面 嘩 嘩 他竟然 急凍鳥 剛才果然 是overfarm了很多 他落場 只需要多出一下小技 就可以total 我出了兩下 大技攻擊我 嘩 這一場 對手是相當之厲害 整個鋪牌都是 擊敗了我 沒辦法 有時候 沒辦法 贏輸是 冰家必經的階段 剛才我看到 我特意轉了陣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會連續兩次對同一個人 既然剛才那次我輸了 我就稍微轉一轉陣 我就換了我的Lead 由飛機換了做背背龍 雖然不是對同一個人 但這麼巧 對方的第一隻也是急凍鳥 這次我出背背龍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再加上 如果你看看昨天那一集 其實今早 不是昨天 急凍鳥 跟鐵甲背一樣 都是需要五下的小技 就會儲到IC win 所以我只需要四下就能出技 所以我先搶技 之前我都說過 我現在的習慣就是 我會overfarm 但是因為對著急凍鳥 因為免得給他debuff我 因為他降了我攻 我術語叫debuff 我免得他debuff我 所以我就搶先出技 現在對著甲蟲 理論上他是黑我 因為他是格鬥技 一技 然後我出個 看到debuff了之後 真的削弱了很多攻擊力 我那個 我那個背背龍的ice beam 對他的傷害是好微的 只不過是 因為我的腦噴是滿血的 而且我也很害怕 那隻甲蟲會出大技打我 雖然他的大技不是黑我 但因為腦噴本身很薄 也會扣很多 所以我剛才開了盾去擋他 幸運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接下來的精靈 他竟然是出鬼龍 換言之 我腦噴可以打他三隻精靈 包括 急凍鳥 鬼龍 以及 他的甲蟲 因為 我現在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剛才開了盾 都沒有那麼肉赤 因為一定要保持著 一隻儘量健康的噴火龍 才有可能 可以對他造成最大最大的傷害 那這一下 我有沒有擋 我沒有擋 因為我猜他可能會出龍爪 騙我盾 所以我不擋 但不要緊的 我還有飛機 飛機應該是對付他的鬼龍 是滑滑有餘的 剛才呢 就 Lag了一點點機 在我Lag機期間 對方不斷攻擊我 可能這對我的比賽 有一個很決定性的影響 因為在這些情況下 這個PVP比賽 往往 勝負只是一線之差 剛才我很悲慘地 就是 現在又停了 我的畫面 我停了幾下 還要別人再Buff 其實對我是很大影響的 幸好 這個飛機是黑死他 而在他出這個急凍鳥出來的時候 我也順利吵到氣 在對方不斷的情況下 應該是一擊KO他 可以 今場 我覺得 這樣竟然 嘩!他還有一個 Icy Winner 真厲害 我竟然殺他不死 那一下 幸好後面還有一隻 我最信任的 貝貝龍 如果不然就糟糕了 剛才你看到 理論上 應該 我那個飛機 可以 順利殺死他兩隻 但是 因為我自己 硬直了一段時間 可能是網絡問題 導致到 我飛機 不能順利 理論上 可以殺死他兩隻 做不到 這一點 幸好 這隻貝貝龍 沒死 剛才有少少混混 另外 之前我提過一點 就是 如果對方硬直了 我認為 比較好的處理手法 就是要打死他 你不需要理他 為什麼呢 因為 保持網絡穩定 是那個 玩家的責任 我覺得是 剛才這樣 我是坐巴士玩 可能那個網絡收得不好 因此 我自己的網絡不好 所以硬直了 是怪不得人的 剛才對手 一開始出一隻火爆獸 然後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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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貝龍 出水技 他就馬上走人 所以 剛才 我一開始 提過 我現在的習慣 儘量 目的就是 為了避免 他去換人 去擋我的技 剛才 他換得很漂亮 換了一隻花 但是 不是很重要 因為 我有一隻噴火龍 是黑死他的奇異花 一噴火龍 在現場 儲了一些氣 在身上 順便看看 為何我剛才 用龍爪殺他 因為如果我不殺他 他就夠時間 出技打我 免得他打我 所以我就出龍爪 好 我就出個 blast burn 打他 我也猜他不會擋 因為他知道 第一 龍爪沒有什麼攻擊力 第二 blast burn 打下去 所以他就不擋 但我覺得他不擋 是犯了很大的錯 為什麼呢 因為 雖然blast burn 是not very effective 但其實都扣了他的火爆獸 很多 現在我換飛機 進來 火爆獸的不好處 就是他的一技 是鬼技的暗影爪 暗影爪 打到我飛機上 是neutral 所以 我飛機主要要做的事 就是 怕他的大技 我只要擋到他的大技 就可以了 對著火爆獸的時候 現在 兩隻幽靈系 兩隻都會charm 的精靈 就是狐狗 可能我會佔少少優勢 因為 我有個大技 在身 我出完大技之後 我就走 因為 他實在扣我 扣得太多 我換一隻口血的 背背龍來頂 再加上 背背龍的草器 一定是被對面的皮可斯快 所以 我應該會佔一些優勢 逼到他 開了最後一個盾 現在對面 只剩下一隻火爆獸 還有皮可斯 理論上 我背背龍 是可以殺了兩隻 如果我成功 可以有大技 打完兩隻 在身上的時候 我知道他剛出完大技 他距離下一次的絕招 是有牌的 所以我現在很放心 儲了幾下氣 但是 我背背龍的生命值 血量都剩下很少 所以 我趁現在殺死他 那 他的火爆獸 應該不會救我 是儲得快的 因為 我farm了最少三下 剛才是 那 應該他的火爆獸 下來了 我出多一下 不用了 我已經儲夠了 這個 符合到我之前的判斷 就是 我那個 背背龍 只要出兩下大技 殺他的話 我可以 背背龍 KO他兩隻 好 又勝一仗 因為 剛才贏了 所以陣子 都不轉 又是對同一個人 又是對 這個 小太陽 8231 那 他就麻煩了 因為他的陣 已經被我知道了 剛才我贏了他 我不難再多贏一次 果然 他是同一個陣 第一隻 都是火爆獸 這次我嘗試的策略就是 咦 不是 他走了 那他一走 那 其實 背背龍 對奇爾花 是輸不完 為什麼呢 其實背背龍 一技 一二技 都是黑他的 那我決定 就是背背龍 儲到ice beam之後 就出serve 騙他的盾 我是不是這樣做呢 不是 我沒有出serve 我出一隻噴火龍 他進來嘗試去擋 他那個francy plant 但是 他是沒有種計的 為什麼他沒有種計呢 因為他沒有即時去出技 他因為見到外噴火龍 所以他再存幾天 就出這個sludge bomb 那 雖然噴火龍 剛才就沒有開盾 因為我知道噴火龍是死不去的 因為我免得用完 我自己最後一個盾 那所以呢 就 都還可以 現在噴火龍 都算存了一些 噴火龍的一二技 都是黑他的皮可斯 那我就嘗試 去出這個blast burn 我應該可以連出兩下blast burn 他擋了一下 接下來還有第二下 沒錯 我應該出了第二下blast burn 那我連出不了 不好意思 剛才說錯了 那但是呢 換句說法 我是夠時間出兩下blast burn 那要是他吃 嘩 竟然殺不死他 厲害 皮可斯 果然厚血 但是不怕的 我後面呢 有飛機和貝貝龍 因為呢 剛才我知道呢 他那個技是一個 鋼系的技 來的 所以呢 我就出這個 背貝龍下來 那這一下呢 我覺得我是犯了錯的 因為呢 我明知道對方是鋼技 我不應該換隻飛機進來吃的 咦 哦 我知道為什麼我當時這樣做 因為我知道他最後剩下一隻 最後那隻是火爆獸 那所以呢 我的工作呢 只是盡可能去削減對方的血 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呢 我隻貝貝龍應該可以清到牆 那所以呢 剛才那隻貝貝龍 吵了一點點氣之後 然後就走了 好 他出完一下blast burn 距離下一次的大技 的blast burn 大概有五至六下 那我猜他呢 這一下應該會擋的 果然他擋了 那我現在就儲氣了 我是有surf的 但我不用 我看著對方 對方出了大約兩下 那我都堅硬地底 其實我可以儲多一次技的 大概是 那就堆倒他的火爆獸 那我應該很容易就儲多 沒錯 我很容易儲到一下surf的了 那我就用完最後一下surf 去打他那個皮可斯 那我這個策略呢 當時判斷是正確的 我現在看回打 又反而看回打 反而不可以做到旁觀者清 連續兩場都贏了這個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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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一set了 贏了四場都有幾好的成績 都贏了四場都有幾好的成績 那這一次的賽事 我覺得背背龍絕對是居公致位 因為背背龍多次呢 是幫我 令到我一場比賽呢 是起死回生的 那背背龍 是相當之有用的精靈 因為呢 第一 他十分之厚血 第二 他掃起速度是極之快 那我覺得呢 是一隻不可滑決的精靈 那我的分數呢 其實都沒有升沒有跌 都是3380幾分 那多謝大家 收看我們今集的節目 那希望下次呢 就再講解一下 Pokemon GO的PVP 那下集再見 多謝收看 拜拜